哈喽小朋友们 植物大战教室系列又出新款了 这次除了熟悉的植物之外呢 它们还和工程车合体了 从盒子外面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太阳花 豌豆射手 寒冰射手 三位经典植物 后面呢则是工程车玩具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看看吧 哇好多小汽车呀 这一排呢全部都是蓝色的 这一排全部都是红色的 我们先来看红色的 车头是太阳花 那你是不是能给其他的植物供送能量呀 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这个是豌豆射手工程车 它上面还佩戴着梯子 可别小看这个梯子 它可是有很多作用的哟 比如像消防车 遇到高空作业的时候 就可以接住这个云梯 完成救援任务啦 再来看这个 上面也写着119 它就是消防救援的电话 这个是寒冰射手 小朋友们 那你们知道寒冰射手和豌豆射手 有什么区别吗 寒冰射手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就是可以让僵尸减速呢 红色的工程车呢 全部都跟消防车有关系 那蓝色的会跟什么有关系呢 我知道了 上面的英文字母呢 是please 查 那这应该是一辆警车吧 里面可以装着那些不听话 跑蛋的小僵尸 把它们拉走呢 再来看下一个 这个也是豌豆射手 这有一个吊沟 可以吊洗很重很重的东西 帮我们很大的忙哦 再来看最后一个吧 这个也是小儿捆 这个车上标志的是什么呀 一个小僵尸 被关起来了 小僵尸啊 你们可要乖乖的听话呢 我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只要将小车向后拉 然后松手 同程车就可以前进了 那我们选一个蓝色的工程车 和一个红色的工程车 同时向后拉 我们看看什么更厉害 好像实力都很不错呢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就玩到这里啦 点赞 订阅哦 拜拜